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台湾观光的金流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们是不是该听到这样一个批评的声音 他们觉得我们台湾整个政府的做事 跟中国大陆的政府做事一样 只会公布一厢情愿的统计数字 说穿了这个组长政策的观光局 除了找大明星巡回宣传 搞些地方的一些小观光建设之外 只要牵涉到台湾观光整体产业蓝图的 这个市场战略布局 产业统筹规划 甚至整体的金融金流措施 都是付资切入 然后北京旅游高层批评台湾的观光业 其实只是一枚看似美丽 里头却是赌虫满布 毫无营养的苹果 台湾产业的这个朗朗好久了 说要文化创业 说要这个医荣 这个医美 事实上到今天 中国大陆自身的医美市场 跟医疗的实力已经站起来了 但是我们台湾这边 还是什么都没有 所以会如此出现两岸旅行社欠款 高达法育 台湾陆续出现低价团 零元团 乃至整个陆客团 被带到一品店高价痛载等等 这个都在在显示 整体观光 这个台湾的这个市场 是缺乏产业的策略方向 更没有管理监督的一个机制结构 也更不敢向中国讨价还价 要求谈判 如果再继续如此下去的话 没有两岸观光政策的一个蓝图 不只是陆客陆续会抱怨 大喊不来遗憾终生 来以后终生遗憾 坏了台湾观光的口别 台湾民众的本身 旅游业的发展空间 也会被大大挤压 特别是关键的观光财 大陆观光财 搞了半天最后 只是落入大陆人 私下在台 投资 拓展的口袋里面 陆客观光客 这个客源 跟消费路线 根本陆客观光财 在台湾民众的团队里面 是一个观光客 请不吝点赞 发展 外观光客 自发展 或许 外观光客 性 规则 谢谢大家